1月14日 新中国联邦成员 针对普恒及美麦斯律所 律师与中共相勾结 捞取巨额黑金 迫害民主人士的和平抗议活动 已经进行了56天 在纽约陆前妻住所前 抗议的战友们改变了策略 来到热闹的海滩大道 面向更广泛的人群 现场的小陈战友接受了采访 小陈战友说 国内的同学朋友正在慢慢觉醒 传统文化中的死者伟大 被现实无情的击碎 老百姓连死都没有尊严 活着更是卑微到猪狗不如 在中共国 人们的不满和愤怒无处发生 身在自由社会的新中国联邦人 就更有责任有义务站出来 勇敢揭露中共恶行 为自己也为国内处于水生火热之中的同胞 争取应有的尊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